人類的火星夢就要真實上演了嗎 SpaceX創辦人馬斯克 公布全球第一架載客太空船 Starship 銀色外殼折射光線 子彈的外型 未來感十足 你希望未來我們成為一個空間輸入世衛 在很多世界中 在天空中之中 或是在天空中永遠藏在天空中 我認為這是第一次 我希望你和我合同意 Starship 全長118公尺 船艙就佔50公尺 能帶一百多人到月球和火星旅遊 還能平安返回地球 馬斯克也說 回收太空船的技術 是實現太空旅遊的關鍵 近期就要展開試飛 馬斯克的太空夢 就是帶著人類達正火星 未來第一位旅客 就是這位日本億萬富翁 譴責有座 他的太空之旅 將在2023年成行 大家新聞就不先編譯